如意赚王青在东方画主页到底对连信做了什么 竟然扎龙都不忍直视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喜欢的宝子们点赞关注一波 当初狼花因为嫉妒如意受宠 整天患得化失的 为了能更好揣测扎龙的心思 他便想将皇帝身边的总管太监王青 拉拢到自己身边 这王青一直对连信有爱心思 狼花知道这个消息后 直接跑到扎龙让他给两人赐婚 还说连信是自愿的 就这样王青成了如意传中 唯一一个被官方刺风的太监 可怜连信连着哭了好几天 最后因为自己的家人在皇后手上 还是被迫成了太监的对食 从连信嫁给王青那一刻起 看着被子就被彻底毁了 两个人的新婚宴 一声尖利的喊声响彻整个后宫 之后只要一天飞 就会听到连信悲怯的哭声 甚无可怜的连信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因为如意的帮助才捡回一条命 如意经过询问才知道 连信婚后经历的是什么 原来王青因为身体的残缺 彻底心理变态了 因为没法跟正常男人一样 所以他就拿针扎连身上每一寸 拿各种能想到的东西捅连信 甚至王青也不会欺人 连信手肘以上或轻或紫 伴随着好几台深深的芽叶 芽叶都直接咬到了肉里 旧伤叠着心伤 连信身上就没几处好的地方了 如意听说这一邂逅为连信想了个办法 故意劝王青吃下脏药 冲撞高贵妃 在原度里 王青被扎龙挑断手脚筋 赐以贴家官之行 算是恶人有恶报了 但如意帮连信可不是因为好心 而是有别的算谈 如意帮连信可不是因为好心 这不过是他一见三交的一个词 如意帮给王青那个变态之后 过的都不是人过的日子 因此经常跑到皇后面前哭诉 但老话在乎的只有自己的地位 对于连信的疏苦 他是不愿意看到的 干脆把连信打发到了外面 好在后来如意虚为要消水自尽的连信 帮他逃离了魔爪 看到这儿 是不是还要敢看一下如意的善良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在原住中 这一切都是如意设的局 原住中的如意可不是杀手气包 人家也是会反击的黑炎方 白瑞姬生下半天风 乍龙就比知道这剩了如意 王凤以及王七下的死命令 要求这件事情不能传出去 结果第二天 怪太就上了几十城搜 皇后言之凿凿的说自己和王七 是一个字没泄露 这样一来 大嘴巴的锅就到雷姬身上 大梦不管三七二十亿 直接把雷姬剃足了 此时老话还想在天一发火 让如意也没法翻身 如意可不是什么软柿子 他得知高贵被最近晚上老出门忧打 他就想到了替自己洗下烟气的方法 如意告诉连心 一定要让王七处分吃下脏料 等他意外情迷之时 慢慢把人引到高贵去那儿 这样一来如意计算进了高贵妃一波 又借连心之口 产生了流言事件 还砍出了皇后在扎龙身边的助手 实在是一箭三雕 最重要的是 因为对连心的帮助 才能使如意被策略连后 作用是怎么回事呢 为何说连心此前三只怕 才是让如意登上后卫的关键 然后在三战前 连心目睹出过水的全程 但因为结果皇后 让自己嫁给王七 所以连心没有选择呼救 而是冷眼旁观 这间接导致了皇后的去世 在狼化去世之后 苏立军 金玉岩以及如意 开始了对后卫的角逐 金玉岩作为一个进口飞 登上皇位的可能性几乎是零 苏立军有好几个孩子 还有狼化临终前的举戒 是如意最强劲的对手了 但最后还是如意胜出了 这里头其实有连心很大的助力 复查皇后去世后 苏联也迅竹而去 但在扎龙问话时 连心却说苏联一直希望可以早日出宫 好照顾家中的母亲 这句话其实就是在说 苏联根本没有寻死的念头 暗示扎龙苏联是被人灭口的 其次在扎龙再次提问 复查皇后有没有干啥坏事的时候 连心睁眼说瞎话 说复查皇后出身归秀 压根不懂什么汉人的手段 这里就是在明晃晃的说 皇后身边还有别人 所以接下来扎龙才会问 后宫中谁和复查皇后交好 连心在这时撒了个谎 直接将如意往后卫上推了一把 他说苏联君和金蕴言 都和皇后常往来 这金蕴言和皇后交好是事实 可苏联君除了请爱 就没和皇后同框过 什么时候和皇后交好了 连心之所以这么说 就是在报答之前如意的恩情 只要扎龙怀疑苏联君和皇后有勾结 那就没有成为接后的可能了 等于帮如意除去了最后一个竞争对手 之后如意确实成为了皇后 而苏联君呢 却因遭到扎龙的忌惮彻底失宠 最后还悲惨下线 实在是可怜 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啦 点击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